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谢谢主 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 进到福音里面的人 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 我们一方面享受救恩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享受一个恩典 就是神愿意用我们 神愿意用平凡如我如你这样的一个小人物 可是神却愿意使用我们 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用我们完成神荣耀的工作 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 但是当神更多更大的使用我们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谦谦卑卑的在神里面承认说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而神所有的工作 奠基在那个磐石上 那个磐石是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这位独一的真神 让我们一点都不敢偷窃神的荣耀 承认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你越承认你是一个平凡的人 神越能更多更大的用你 当我们开始现在骄傲里面的时候 神就不再能用我们了 求主帮助我们 因此主教我们的主导文 我们最后说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祂的 你更懂得归荣耀给神 神就更能够更多的使用我们 免得祂用我们越多 我们越骄傲 反而害了我们 求主是恩恩待我们 在神的恩典当中 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我愿意被神用 但是我承认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耶稣继续对彼得说 祂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钥匙是什么 钥匙是开门的地方 钥匙是开门的 而当神把钥匙给一个人的时候 就告诉你 你可以打开那个门 打开那个门 钥匙也代表着一个权柄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那个兽与人的兽性里面 常常是一个钥匙 那个钥匙表示你有那个权柄 神把一个权柄给彼得 只是给一个彼得这个人吗 你如果上下文读下来 你就会发现说 神把钥匙给谁 是给一个像彼得这样 在信心里面宣告 耶稣基督是独一真神的 也就是说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不就是因为我相信 我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祂从死里复活 因为祂是那一位 胜过死亡的那一位 独一的真神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是好像当时彼得一样 当时的那个彼得 在信心里面宣告说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别人可能听不懂 但他宣告这一切 而耶稣基督说 每一个在信心里面 认耶稣为主的人 就是你我这些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神把一把钥匙给我们 给我们做什么 能够打开天国的门 能够领人进到天国里 这就是传福音 神把一个传福音的权柄 给每一个基督徒 神把一个传福音的托付 交托给我们 好像那把钥匙给我们 你去开门 门打开来了 让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 神把一把钥匙交给你 在你的家族里面 你打开那个门 把家人带到救恩里面来 神把这把钥匙给你 你把办公室的那个福音的门 打开来 让你的同事有机会 听到福音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有这把钥匙 可以打开福音之门 我们有这把钥匙 求主帮助我们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得着权柄 令人进入神的国度